1956年在中央音乐学院 有一个22岁的女大学生即将毕业 按照规定她要教一个毕业作品 她的作品交上去 一经演出就轰动了整个乐坛 这个作品就是交响师嘎达梅林 这位作曲家就是著名的作曲家 欣护光女士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改编版交响师嘎达梅林 为我们担任马头琴演奏的是 乌日托雅为我们演唱的是 著名南高音歌唱家戴玉强 掌声有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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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